我17年來到大陸 所以今年221年其實已經是第五個年度了 其實來到大陸之後我們感受到很多 這邊祖國大陸 不管是我們中央的領導 或是我們省市各領導 其實給我們很多政策性的股指 甚至我們生活上的光環 其實也很多是我們 在大陸中央的領導 來到大陸之前其實沒有體驗過的 因為我17年來的時候 其實是我第一次踏上祖國大陸的土地 所以在來的時候 跟我在台灣島內的時候 其實想像上是不一樣的 我反而以為我們過來這邊 其實我們會很像陌生人 但是卻是我們得到不一樣 我們得到很多的溫暖跟照顧 就是讓我很壓抑也是讓我下定決心 打算在我們的大陸這邊 做紮根做發展的一個大一個原因 民進黨的統頓 它阻隔的是未來到大陸的島內的一些青年 因為他們沒有過來 他們只停留在島內 受到新聞媒體的影響 我們的文字報章雜誌的影響 他們沒有過來所以他們不了解實際的情況 所以我希望在疫情或疫情時代 我們當疫情過去之後 我們會希望說更多的台灣青年來到這邊 因為其實現在阻隔的是思想上的阻隔 跟疫情的阻隔 當沒有疫情的時候 其實台灣的青年是很願意來到這邊 他們也不會因為民進黨的阻礙而來不了 對 所以我也是希望說我們疫情趕快過去 然後我們早日去帶領台灣的更多年輕人過來大陸這邊 去做一個了解發展 台灣是夾在美從兩個大國的之間 但是台灣的本源是哪裡 台灣的主集是哪裡 台灣的主集是中國大陸這邊 所以再怎麼樣的靠攏 再怎麼樣的交流 我們脫離不了我們是炎黃子孫這個身份 所以不管是美國再怎樣的去影響台灣 最終只要台灣的年輕人 因為現在影響社會 影響未來是年輕人 只要年輕人有機會過來大陸這邊 我相信美國的影響 其實絕對大不過於年輕人 踏上大陸這邊 踏上我們祖國這邊 所深刻感受到那種不一樣的溫暖 不管是在辦事還有生活上 不管是大小事 我相信在大陸很多台胞還有台青 大家一起可以攜手共同解決 大陸的年輕人其實感夢感闖 那台灣的年輕人呢 有自己的idea 我相信大家一起融合發展的話 會對未來更好也更棒 對於台灣青年我覺得 就是勇敢跨出這一步吧 來走一走看一看 鎖定這裡就是你的舞台 Open由麥吧 跨出你那一步吧 就是一個人走不遠 但一群人一定可能會走過遠 小時候我爸爸媽媽來到大陸經商 所以我就跟他們 一起來到了大陸 那經歷了學生時代 及工作時期 我在大陸收穫了很多 也成長了很多 日常生活中 我也會把自己的工作生活 分享到自己的動態上 那很多的親朋好友看到了之後 就覺得大陸跟他們想像的不一樣 那我的表弟他今年剛好 也要大學畢業了 我就推薦他說可以來到大陸看看 看看有沒有更多的機會 到大陸來發展這件事情 其實算是一個不小心的事情 就有機會 有人詢問了這個機會 那我也好奇 好奇了之後就想說去試 我一直都相信在這個時代裡面 你有技能這件事情 你身懷技能 然後你再堅持努力 其實都是會有他的未來存在的 那也很高興 確實我到平潭到大陸工作五年了 我這樣子回顧了這個五年 我真的還是也有感受到 感謝我那個時候 有這麼的一個小勇敢跳出去 然後也感謝自己在過程之中 這麼的堅持 然後到現在確實是有一番的成績 這世界很大 往大陸去走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很多 你曾經沒有想像到的東西 所以呢 我還是鼓勵大家 就是放開自己 局限的認知 踏出去這一塊 那很多東西都是在幫助自己 這整個人生之中的成長 大家記得要突破自己的認知 這對自己的生命才有幫助喔 背景的報料 我已經 bug了 好 好 好 我是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